中華民國空軍廣播 我與台灣北部空域 高度6900公尺的中共軍機 注意你已經入我空域 你將我會讓安全 立即會轉脫離 8月5號早上9點37分 有人錄到空軍廣播要共軍戰機 儘速離開我們的空域 分別在早上8點 8點02分跟8點06分 還有9點18分 9點25分 9點27分 以及9點37分 也都有廣播驅離 因為前一天共軍軍演首日 超海域投射飛彈 他還分為愈發緊張 大陸解放軍隊台軍演第二天 恆春機場現場3架無人機 展開機翼待命 另外一頭停機坪 還有黑鷹跟眼鏡蛇直升機 隨時症狀待發 黑鷹轉動螺旋槳熱機待命 一大早空軍準備訓練 出動了消防車灑水 3架黑鷹6架眼鏡蛇 停住在恆春機場的機坪 好幾架阿帕器在機棚检修保養 而同一時間在嘉義 早上9點28分 兩架F16從嘉義水上基地 掛單深空戒備 絲毫不敢蹤懈 這應該有時候比較接 不過我也是平常心看待 因為我們的國風 原本就已經都有在加強 所以說也沒什麼差 應該是大家少喝 沒關係 在這兩天的過程當中 大家也感受到 這個國家應該是 消化剛才是有點危險 當地的軍民也感受到這兩天空軍頻繁尋差 為了確保空域不受到侵擾 多次廣播 但是軍事專家認為反而可能會引起空軍反彈 對 你會激怒他啦 因為他已經把他看成這個東西就是他的內海 把台灣看成他的國土 侵入到領海 十二海裡 你該怎麼做也怎麼做 例如說高雄 基隆兩個那個演習區 他真的飛機在那邊的話 你就應該把他擊落啦 這一次大陸解放軍演習超越領海飛彈示威 但國軍小心謹慎 極度克制 TVB的新聞基金 和許麗凡 微信理賽 SNG小組南部傳播到 對岸軍演第二天 TVBS團隊再次從小琉球出發 海軍人員一再叮嚀 海軍人員發通知共軍軍演 不僅區域增加為七處 原本遇第八日的演習時程 有圖改痕跡延長到10號 這一路上船長實時留意經緯度 就怕越了線 以前沒有 以前隨意開 第一次遇到這樣子 就是還要在那邊注意經緯度 有沒有到達那個界定的標準 對啊 當然啊 從海面上往回望 小琉球花瓶岩沙灘 有不少遊客細水 離岸約兩海里處的海面上 出現了兩艘扇板小船 船長說這數量比平常少多了 大概有幾艘啊 十艘八艘吧 都有 也有 也有 膚淺的 也有膚淺的 也有深淺的 那在遊艇的船頭 那麼接近小琉球的岸季呢 我們已經開了大概有五海里 也就是呢 其實非常接近中共解放軍演習的 其中一個區塊 但截至早上十點鐘左右 還是沒有看到任何的蛛絲馬跡 相較前一天 海上較為平穩 出海一路往西南海域方向前進 航行約一小時四十分後 海巡艦艇進行對話關切 海巡人員口氣雖然和緩 但態度相當堅決 共軍軍演進入第二天 有沒有可能進行海陸的火炮射擊 等於直接影響了台灣水域安全 眼前的風平浪靜不代表真正的安靜 海巡艦艇 海巡人員在現場告知要出海的漁民 避開中共軍演區域 魚船通通停在漁港 其實要出海的漁船不多 因為要出船一趟 還要提早回來 漁民擔心安全 但他們更憂心的是 損失都要自行吸收 中共軍演從四號開始 在台灣七個海域進行飛彈射擊 屏東東港漁船作業幾乎停擺 但要去小琉球灣的遊客 似乎不受影響 鏡頭轉到宜蘭海邊 玩SUP的民眾照樣下海 就連賞金船也是斑斑爆滿 假日的話金都是滿滿的 平日的話金至少都還有五六三 法國的電視他一直一直講 說演習很緊張 了解 但是你覺得還好 我在台灣還好 中共軍演在外海市射導彈 儘管範圍較遠 海上觀光行程不受影響 但對於漁船業者來說 沒辦法出海捕魚 生計又該如何是好 TVA新聞 武少龍檢大城黃靜芬 宜蘭屏東報導 中共軍演第二天 高雄左營海軍基地高度戒備 諾克斯吉分揚號 1028拉法夜舰就停在西碼頭 進行整備 船上的對空雷達以及平面搜索 雷達全面開啟 主機也處於暖機狀態 以備隨時有進擊任務可以立刻出動 一旁還有錦江級巡邏艦 珠江艦及香江艦 台灣血海船屋運輸艦 更是人員上上下下進行整備 由於對岸西南方海域的軍演 距離高雄只有20公里 海軍不敢大意 左營海軍基地這兩天 軍艦進出頻繁 以外艦1比1的比例 派出了軍艦及潛水艇 出航監控巡护 如果有一些朋友 他們也是國軍的 我感覺他們這一陣子比較吵這樣子 海軍官校有學生 在暑假我們要暑去 所以我是在 但是在船艦上面在搜尋 沒有什麼緊張的 其實應該說軍中該做 該備戰什麼都還是要做 大陸軍員南部海域範圍明顯擴大 我方戰備也拉高層級 海軍艦直部表示 艦艇的出動 隨時是我方領海出現的外籍艦艇數量 以1比1的比例 機動調整出海巡防的艦艇 隨時監控海面狀況 全力保衛海域安全 因此左營軍港艦艇進出頻繁 就算停在港內 雷達也全面啟動 隨時待命高度戒備 充滿了緊張氣氛 TVBS新聞 艾昭賢高雄報導 東風飛彈飛上天際 中國大陸4號開始在台灣周邊 6處海空域進行實彈演習 包含東風15B 東風16 東風17導彈發射 大陸軍方表示 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 本身難以攔截 加上東風15B 16混合打擊 強調就算台灣有愛國者飛彈 也無法攔截到他們導彈打擊 其中東風15B等系列進程彈道飛彈共計11枚 部分飛彈飛越台灣上空落到台灣東北角海域 共軍所劃設的近飛區及演習區 最遠甚至到達台灣東部海域 附近都是農舍 大陸4號公布東部戰區火箭軍演訓導彈發射現場 東風15B導彈在一處鄉村小道點火升空 這跟一旁都是農村的景致呈現強烈對比 他們届時展現東風系列導彈機動性高 連在鄉村都可以發射 讓敵軍更難發洩和預測壓縮反應時間 雖然跟飛彈比起來火箭射程比較低 不過大陸軍方強調 我們的陸軍這個援火系統射程是非常遠的 從數十公里到數百公里可以覆蓋整個台灣全島 中國大陸軍方說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想打哪裡就打哪裡打擊精度高 另外聽到援火系統驚動性強加上性價比高 強調對手不斷攔不了也攔不住 反應大陸陸軍強大實彈化能力 台灣軍事專家認為中國大陸的演習 一方面是在警告台美 另一方面是在對內展現對台美關係升溫 大陸方面所寄出的反擊 但飛彈首次落入台日海域 極具威脅性的軍演緊張氣氛引發各界關注 今天新聞綜合報導 中共官媒秀出軍機 在台灣周邊上空的演訓畫面 共軍圍台動嚇第一天 出動上百架各式戰機 還有十多艘驅逐艦 護衛艦 並聲稱這次演習是跨戰區配合參與 意圖對台灣對美國擺出軍力 面對一切來犯之敵 我們敢於亮劍 敢於鬥爭 維台軍演第一天 多達22架次攻擊飛越海峽中線 被我方驅離 但數量已經破紀錄 回顧台海局勢 在1996年之前 中共軍機飛不出海岸線 直到顧總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後 共軍開始出海 海峽中線變成兩岸的默契安全分隔島 但現在中共意圖破壞 就是為未來統一 創造了一個新的格局 你看過去台灣一代強調所謂的海峽中線 我們說從來沒有所謂的海峽中線 白宮也注意到 條命美國無法接受 中共單一方改變現狀 而當共軍意圖模糊海峽中線 將會壓縮我國領空與海空戰略縱深 造成空軍 海軍的戒備壓力 TB新聞 葉俊宏 陳祐文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包圍台灣大規模軍事演習 飛彈卻落在日本近海 明報日本強烈不滿 中國的彈道飛彈 日本防衛大陣 同時也是日本已故首相 安倍晉三胞弟的岸信夫 嚴厲譴責北京 因為共軍一共發射九枚飛彈 日本防衛省公布地圖 五到九枚落在日本的專屬經濟區 從浙江和福建發射 當中有四枚 甚至穿越台北上空 因為一到四枚飛彈落在台灣西南 和北部海域 有一枚卻落在日本沖繩 以及距離台灣僅110公里的 宇納國島西北80公里處的海域 日本民眾嚇了一大跳 沖繩縣之勢痛批 日本政府應該告知 美中兩國冷靜外交 而不是讓人民受害 中國大陸福建省湧入遊客 對軍演很雀躍 高韓祖國兵力強盛 北京不顧一切射彈升高局勢 引發批評持續發酵中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1996年飛彈直接劃過台灣上空 中共抗議台灣開放民選總統 設飛彈示威 釀成第三次台海危機 時隔將近30年 中國大陸抗議裴洛西訪台 展開一連三天大規模繞台軍演 這次的這個演習啊 如果跟1996年相比啊 那可以說是完全是天壤之別 這回中共軍演六大區域圍繞台灣 也是距離最近的一次 對比1996年中共試射飛彈 當時總統候選人李登輝說 對方射的只是啞巴彈 這回緊張氣氛 明顯升溫 裴洛西訪台效應 引發台灣遭共軍包圍 國民黨立委江啟成很有感 因為1996年飛彈危機 他就在金門海龍挖兵服役 深陷處在戰爭邊緣的緊張氛圍 蔡政府到底準備好了沒 所謂的準備好了沒 並不是說要你去挑釁 或者要你去反擊 你給人民的安心安全在哪裡 大家都知道中共在演習 所以其實也沒有必要粉飾太平 江啟成回顧當年因應共軍來襲 國軍擬定18套劇本 但這回政府沒有擬定任何因應作為 根本沒有做好準備 另外前總統馬英九也有話要說 負起執政黨的責任 解決當前的危機 讓台灣真正的安全幸福 讓老百姓安居樂業 面對共軍威脅 該怎麼化解危機 小英政府受到考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